而岁末年中不少人都爱心送暖 台北有宝可梦玩家就与玩友串联起来 玩起了角色扮演做工艺的活动 一起制作500份的张鱼烧要送给街友 短短一周吸引50多人报名响应 有人是扮成了训练家小智 有人是化身成小火龙 就连这个张鱼烧的餐盒也都做成了宝贝球的模样 活动不止好玩也很温暖 一颗颗圆润饱满的张鱼烧表面金黄酥脆 在靠盘上直直作响 接着放到盒子里 挤上酱油和美乃滋令人口水直流 不过镜头转向员工们 怎么每一位都成了宝可梦的角色 这次所谓的一些送爱送张鱼烧送街友这个活动 参与的志工朋友们觉得说做志工做爱心 这个动作是非常沉重的 而且它是有趣的 不说还以为来到动漫展 原来活动发起人杨伯玉 号召网友一起做爱心 不到一周的时间 就有50多位网友志工响应 不只大家扮成小智小火龙 连张鱼烧的餐盒也变成宝贝球 把这个讯息放到网络上的时候 其实不到7天 500盒的那个张鱼烧就被认购完了 网络上认购加上那个志工 已经超过50名以上 那其中就是今天来的现场 就已经超过30名了 大家的加油声此起彼落 从制作章鱼烧 撒海苔柴鱼片 到装入保温袋 难以想象素不相似的一群人 合力完成500份章鱼烧 送给街友 有时候路过 看他们需要帮助 就是自己手上 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们 刚好趁那个时候 有一些东西可以干购给他们 觉得是非常好的 看他们跟我们不一样 抽空来帮忙 可能就有时间的话 去跟他们聊一下天 看似平凡的小吃 透过志工们无私的分享 在岁末年中之际送到韩市手中 在天冷寒风中更显温暖 民事新闻沈小珍 蔡承翰 台北报道